我們看這題 他問說當老師拿一個燒杯 杯子裡面的水溶液的酸鹼性是中性的 那麼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裡面的氫粒子濃度 跟氫氧跟粒子濃度一樣 那這兩個成績會是一個常數 在25度C的時候 他是死的-14次方 在25度C的時候 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 他的濃度成績會是固定個子-14 所以我們就曉得 如果是在什麼呢 是在25度C的時候 他中性的水溶液 他的氫離子濃度是死的-17 氫氧跟離子濃度也是死的-17 兩個會一樣 這個我們叫中性 所以他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D 氫離子濃度跟氫氧跟離子濃度一樣 然後在25度C的時候 他們都是死的-17 護妻子濃度 所以他應該選D 我們來選D 我們來選D 我們來選D